欧洲旅行为什么一定要来意大利 一 文化遗产 意大利文化遗产令人惊叹 拥有众多的古迹 艺术和建筑奇迹 从罗马的斗兽场 到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再到威尼斯的运河和比萨斜塔 意大利无处不展现着 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艺术 美食与葡萄酒 意大利以其丰富多样的美食而闻名 从传统的披萨 一面意大利冰淇淋到各种奶酪 橄榄油和新鲜海鲜 意大利菜肴让人垂涎欲滴 三 自然风光 意大利拥有迷人的自然景观 包括美丽的海岸线 湖泊和山脉 从阿尔玛菲海岸的悬崖峭壁 再到托斯卡纳的田园风光 意大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 适合户外活动和休闲度假 四 热情与生活方式 意大利人以其热情好客和悠闲的生活方式而闻名 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 让人感到放松和享受 五 艺术与时尚 意大利是时尚和设计的重要中心之一 从米兰时装周到佛罗伦萨的皮革工艺 意大利以其优雅和精致的风格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赞赏 此外 意大利也是艺术家和创造者的天堂 培养了众多艺术家 文学家和音乐家 六 美丽的小镇和村庄 除了大城市 意大利还有许多美丽的小镇和村庄 这些地方保留着古老的建筑 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宜人的氛围 让人感觉到时光倒流 仿佛只身于童话般的世界中 七 舒适的气候 意大利拥有宜人的地中海气候 温暖的夏季和温和的冬季 这样的意大利 你不想来吗